嗨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昨天老黑是给大家分析了,目前明朝在抽卡日常玩法,角色培养上的诸多痛点,那今天咱们就着重说下剧情吧,毕竟人设也是二游的核心卖点之一啊,你角色设计的再强,但玩家一看就心生厌恶,这谁还抽啊。 那就与老黑这两天的实际体验来说,明朝目前的剧情那真是糟心的不行,确切的说,实际解牛者后少数能让老黑玩到拳头发应的存在,无脑弱化NPC让主角爽的剧情很常见,但无脑弱化主角让NPC爽的剧情老黑还真是第一次见啊。 首先咱们就从开局这段BOSS战剧情说起,游戏一开始,先上一段名人回忆,大一就是男主,是从天而降的外来漂泊者,而且还失忆了,然后就碰到了游戏中的引路人兼看板娘的羊羊,这段算是个新手教学,告诉大家怎么开锚点,怎么操作角色,顺带还介绍了些游戏大背景,如明朝的由来,然后走到这,啪,一个鸟看大镜头,把新手组成给大家展示一番。 网络这其实还没什么大问题啊,主要是下面这段,男主和泱泱成功与侦察小队的两位队友会合,然后BOSS无关者出来搅局,一番炫酷的打斗后,泱泱率先摆给留下一句,大家快快跑,后昏迷不醒,然后男主开始暴中,与BOSS激战一番后,成功英雄就美,然后骷髅接下来的剧情就开始抽象了,那两位全程都在打酱油的队友,上来就拿把枪指着男主的头,说道,你别动, 你是什么人,对我们有何企图,不是吧大姐,也可是刚刚救了你们,是你们的大恩人啊,就算不顶礼膜拜,以身相许,最起码也要表达下尊重吧,哪怕就说句谢谢也好啊,这上来就用枪威胁人是要闹哪样,和这好人就应该被人用枪指着啊。 要知道这两位大姐,可是大家能最早玩到的玉三家啊,类似安博丽莎凯呀,库洛你就这么搞,一开始就让玉三家与主角对立,接着含高高在上的发号示令,命令男主将泱泱带回城,并当面表示,我们不信你,回去就把你调查个清清楚楚。 What the fuck,这是什么逆天剧情啊,男主就一纯纯的工具人是吧,同样是开局的玉三家,看看人家隔壁老米是怎么设计的,要知道旅行者那也是外来的异乡人啊,安博还不是照样嘘寒问暖,一上来就关心主角有没有受伤,也没说一开局就拿弓指着旅行者的头吧,后面的丽莎也是一口一个小可爱的叫着,凯子哥凯呀虽然有所怀疑,但也是安地里调查,明面上也是很和哀可亲,事情明朗后,马上就跟男主成了好戏。 兄弟,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,接着是进城后的剧情,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不待见男主,事务长随便安排了个赤霞,上面的玉三家女队友带男主熟悉下主城,本来吧这段也是新手教程,就是给大家介绍下商店,合成台以及工作台的玩法,可是这个引路人赤霞满脸的不耐烦,表示男主是什么东西,我只关心泱泱,赶紧的吧,看完赶紧滚带,玩到这儿老黑的拳头真是不自觉的又紧了一点。 然后再说下散滑这个角色,老黑是在剧情前抽到的,兵属性,外加单手剑,帅气的攻击动作,丝滑的操作手感,再配上这剑膜,老黑只是一眼就爱了。 前期基本都用他来开荒,没想到这剧情又来了个当头棒喝,玩到第三章你就会发现,这散滑其实是新手城城主的得力助手,兼贴身保镖。 为一方面理解,大家可以脑补成宁光和客情的关系啊,虽然这老姐一开始对主角也抱有敌意,但老黑也能理解,保镖嘛,对陌生人有一定的警戒,也算正常。 可当老黑在拯救完城主,击败反派boss后,这散滑莫名其妙的开始暴走。 老娘就是不相信你,怎么这么巧,你怎么每次危机都能恰巧出现,你接近城主到底有何企图,这些是不是你计划的一部分,然后刷一把刀又架在男主的脖子上。 What the fuck,这又是什么逆天展开,老黑这是看嘛了呀,这就好比爷打败了魔神,拯救了黎月后,可请马上一把刀架在男主脖子上。 质问旅行者,说你接近宁光,究竟有什么企图,你是不是愚人众派来的解析,骷髅大哥哎,这是二次元手游,你卖的是角色,是人设,是老婆,就这么把主角不当人,散滑,老黑恨不得当场一刀给你劈了,立会建模,全被这脑瘫剧情给毁了,真是白瞎这升级素材了,你赶紧到仓库里血藏吃灰去吧,再玩你老黑就是狗,篇幅有些类似的剧情,其实游戏中还有不少。 你说就这,全员NPC除了看板娘泱泱,大部分都跟主角搞对立,要知道游戏是拿来娱乐的,是拿来养老婆老公的,可不是拿来受气的呀。 那不知道各位老哥,看完了以上剧情后,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?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 那好的,视频制作不易,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,咱们有缘下期再见,拜拜。